出現入市訊號 應該買哪隻優質股 富昌證券 升級股評人 天天醒你選股貼士 還會教你食信大浪 做你自取微股 立刻下載富昌股亨通手機 開戶立本 華禁二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 A股節目 A股選秀 今次再請來 我們的獨立股評人 A股專家 莊兆豐先生 Hello 莊兆豐 你好 你好 Vivian 今天看到 我應該說這幾天 市場都比較暖 恆指現在跌兩百多點 報二萬四千四左右 上證 A股那邊 都不太好得去哪 上證現在報3273點 跌1.2% 美股又大跌 似乎 美股、港股、A股 全部都跌了 剛才看完上證 看深證 跌得更多 跌2.3% 報12982點 是否因為可能都跌 是科技股 另跌 深證跌得更多 如果現在這個情況 所以要問一下 John少 怎看現在的後市表現呢 如果投資者現在有些貨 是否需要減貨 還是難事其實可以撩下這樣呢 你剛才說了一個重點 這一陣子 從3月份開始升起的一陣子 都是因為科技股的大力 現在的回落 的確是因為科技股的回落 我們在市場上看到兩條大型的新聞 會影響著科技 第一個就是軟銀 軟銀的滿倉科技股的奇缺 導致現在形容為一條大情語 而不是大鱷 在華爾街上被人追殺 所以影響到美股的調整比較深 A股受到星期五的影響 以及今天的跌勢 其實都是跟著美股跌的 跌的也是剛才提到的兩個板塊 都是創業版和科創版的一個跌幅的領頭 還有一個比較具體的數據 就是昨天的創業版成交量 居然可以超越了主板上證的成交量 都是三千多億 歷史以來是第一次 所以我們都會看到 整個市場的改革之中 第一個升跌幅變成兩成之後的波幅大了 也有要股的出現 12個交易日升了5倍的股票 同時市場非常活躍 這個活躍的時候 伴隨著當回落的時候 就會形成了一個跌幅比較快速和調整 人氣方面 因為昨天的成交量 還有1萬億以上兩個市場 所以我覺得人氣仍然存在 但是會調整到哪裏 其實現在不要去猜 因為始終調整都是近期的事 近一個禮拜的事 我覺得都要看回幾個關鍵的因素 我們一直都在說 就是中美關係 美國會不會繼續去對中方宣佈一些政策 好像昨晚本身說 宣佈棉花的政策 是針對新疆的 但是都暫時沒有針對沒有放料出來 那是不是今晚會放或者什麼時候放 市場又會受到準一步的影響 我們回顧上星期五 就是因為針對中芯國際 我們是兩三個月前的網紅股 中芯國際的網紅股 中芯國際邦因為是網紅股 AH股都有一個反網紅股 即是超級多省戶住的 你看中芯國際的H股 已經和44元變回18元 好恐怖 其實掉了一半 是的,A股已經從$95的高位剩下$55,直接打了五折 我們從這些細節方面都要留意點是否市的高位已經過了 因為這些跡象,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非常強的支撐位是4條3 這條線是守了兩個月,從7月1日開始城邦樓市啟動位 就一次過穿上去,一直沒有破過,而且挑戰了四次 都是用這條線做一個底線,因為打擊中心的時候都穿了 為什麼中心的意義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製造業最需要的是高精密度的芯片 中心做不到這麼小的芯片,現在都是台積電的天下 一封殺了我們的芯片之後,其實把我們的華為已經殺了 現在說連中心國際都要這樣控制買的話 其實對整個市場的負面情緒的釋放可能會比較大 而且釋逢現在中美股市的科技股的一個回落 所以他們都趁勢回落下來,所以幅度其實都相當之大 回到主板,其實是穿了四條三個主要位置 而且科創板和創業板基本上是回到之前突破的上軌 就是說若是若,投資者的散戶都還在 但是若成這樣,會弱到哪一個部份 我覺得現在暫時不要去猜測低位在哪個情況 因為始終受到一個影響是什麼影響呢 美國的大選,特朗普下一局要發什麼招 我覺得這個是根據他的大選的票數去選入 他會怎樣做,這個不是我們可以控制到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的只不過是 國家的錢投入在哪裏,哪些股票的業績會好些 問題是這兩個星期是業績休股 我們看到業績好的股票,都是迅速回落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東西,所以我們要比較謹慎一點 因為你看到,除了消息面上有很多不利因素 但資金面上,其實都真的沽貨情況是嚴重的 因為有時市底好的時候,壞消息都可以升的 但是這些時候,真的看到沽貨的氣氛濃厚 還有你剛才提到,中芯又有些被美國制裁的風險 我想起三月股災開頭,其實又是中興的那次 就是中興有些被制裁的事件 又剛好,還有三月股災之前 其實又是Tesla就在炒到次了線,破了頂 當然它這次就破了上次的頂 你可以說是長線,真是不錯 但是短線都很大波幅,上次又是股災前 Tesla就炒到破了頂 之後倒上來,整個市場就一起倒下 都是剛好有這些事情 如果John少李似乎對市場保守一點的時候 如果我們現在,我看到YouTube上也有些朋友說 沽貨,沽了貨 剛才看到Learnman就說清了9988 Angel也在問幾隻,有貨怎麼辦 包括1610、788、999等等 如果John少李似乎是否適宜減一減磅 還是頂住 還是有些人問好不好罵 還是買得到呢 我們今天看到市況是這樣 其實我認為有個國家都在頂著牆 是5下 10點打後 其實急跌過一次 慢慢慢慢浮上水面 我是這樣看A高的位置 應該在3200點我認為會穿得 3200點會穿一下 再挑戰之前的低位的支持力度會去到哪 如果想撈貨的話 應該去到3200點附近 再看看可不可以撈貨回來 如果真的3200點都守不了 我覺得都是要出去的 因為指數在3186點和3150點附近 是有一個上升裂口 第一個上升裂口 這個裂口的支持力是非常之大 如果這個裂口都破了的話 其實可以說整個牛市的格局 是消失了 所以我們都是要偏保守一點點 這個亦是跟美股的節奏同步 因為美股昨晚又大跌 現在期貨應該比較穩固一點 誰知道今晚又是怎樣呢 因為美國股市已經連續3年 一個大型的調整 他回得急的時候 對於全球的資金面 其實是一個收緊的作用 例如北向資金都會出回來 要先回去救國 肯定又不是留在其他國家的市場裏面 包括影響了恒指市場 還有就是雖然這陣子的新股比較熱 就抽了很多錢 包括龍虎山泉做了新的股王 霧集了6700多億 可以動資 動了這麼多出來 其實這幾天都比較黏 昨天都是回得比較急的一隻股票 今天是反彈 反彈其實都是小型反彈 也不是說見得很強的那種走勢 因為比較反覆 始終那個勢不遷就它 它回起來其實都會比較偏慢 偏弱 看到它就倒升了 倒升300%的現在 是啊 今早的股票挺好的 今早是呀 剛才有衝到升4% 市場比較保守一點 就未必建議大家 是不是現在買入呢 是不是不太建議 你看很明顯 今早它衝了幾次 35元 它衝了幾次 一次三次四次 四次都過不了35元 我們可否過了35元再留意呢 因為正義現在壓住 其實說課源 這個東西的課源就肯定歸了邊 因為它在香港的水準度發行 照不及7% 如果要收貨很快 但現在的成交率其實都是慢慢的 才是成交到13億都不到 嗯 即是可以看定義 就是看著量來做 是的 我覺得現在整個市 包括整個市都好 都是要看回量來做 量是先行的指標 即是說大戶開不開 開始吸貨 可以不開始納貨回來 我覺得這個很核心 因為在高位這麼久 已經兩個月了 大戶其實 即是如果該出貨的 肯定出貨都走光了 是的 那也不用等到今時今刻再來 調回來 只不過說調到哪個價碼 他們覺得值得去吸貨 這個一個主要問題 我覺得 還有就是 吸的手法是 保持著國牛市的節奏 是快快吸 快快上回去 還是慢慢摸摸摸摸 走走走走走 其實這個節奏其實都要掌控 拿回恆指來做這方面的一個比較 你看恆指又跌到24,400點附近 但是我們可以回顧回 從3月19日到現在 這大概半年的時間 其實很多股票是暴升了 一倍兩倍上去 包括科技股 你說是這陣子回落了一成兩成 但是他們已經是升了一倍 一倍升上去之後的回落 這個其實是一個特點 是會下降 但是其實它已經上了很多條件 就是看你拿貨的時間 其實是很重要的 重要的是什麼時候 是啊 我也覺得 因為你一見有些人 就覺得自己 這次就血流成何舌很多 很慘 但是看回其實 因為現在跌一點點 你可能有些跌一兩成 但是其實他們已經升了很多 雷聲很多才有這個回套 除非你是最後才入市 不是說入那一隻 是整個大市 如果不是其實你是 理論上你是有些利潤的 只不過你要偶出來 這樣而已 那就不要太強 我覺得基本上都是這些情況 是啊 所以說不要太強去追 或者怎樣 看定些先 始終現在的資金面 不是受我們控制 始終都是要看回美國那邊 會出什麼招數 我覺得這陣子都會受影響 是 越南至五百萬市 是 越南至五百萬市 我自己也覺得 有些害怕 是 怎知道特朗普會怎麼去搞這些事情 很難說 我們始終也是被動那一方 是啊 你見過市 有時候覺得有點像三月的 開頭的情況 我覺得真的要保守一點點 現在真的要 我們剛才有看到 新股農夫山泉 今天是第二天上市 接下來還有新股上市 有百姓中國上市 還有些招股的 似乎挺吸引的 不如去廣告 待會就問一下莊少 新股能否吸得過 或者抽不抽得過 待會見 好 回到節目時間 剛才說到農夫山泉之後 其實很多很多的焦點新股 趕著上市 明天上市的就是百姓中國 但其實看招股的應購情況 相比起農夫山泉 因為資金還未回籠 應購情況沒有那麼熱烈 百姓中國公佈招股結果 公開發售部份就有超過51倍 一手中籤率21% 十四手就穩獲一手 比起近期這些這麼熱烈的新股 這隻就相對沒有那麼熱 而且見到它因為美股跌市 百姓中國股股價已經跌穿了 香港招股價 問一下莊少 怎麼看這隻呢 其實都沒有那麼吸引 因為它也是一個在美國先上市 第二次在香港上市的股票 我們從過往的經歷看 其實這些股票第一天的交易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百分之十以內的一個升跌幅 例如網易、京東、阿里巴巴 全部都是這樣走的 這隻應該都沒有什麼例外 而且市價比較弱 應該都是3、5個點之內 我覺得托知者應該沒有什麼需要跟進 始終日價在那裡 因為有一個標的在那裡 一個參照物在那裡 肯定走不強 就不用說準備進去 如果是抽中了 有沒有什麼部署建議呢 抽中了 我覺得都是可以一手掉進去 因為始終兩面一提上市 它不可以帶頭走到多少出來 除非你說長線持有的 這個OK 但是你說如果想拿個3、5天的 一、兩個星期 我覺得意義都不會太大 除非你看好它的基本面 是想買這隻股票的 這樣的心態去做 看中它的基本面 相對沒有這麼熱烈 另一隻現在招股當中的 就是福六控股2101 這個相對熱烈很多 現在已經有馬展270億 超購303倍 還未截止過營購 已經比別人的百姓很多倍 如果看到應購情況這麼熱烈 這麼厲害 會不會想得過呢 還有它的業務就是新經濟類型的 相對比較有炒作 比較有因 這隻其實概念比較好 因為它號稱自己是全國第三的SAS的一個服務商 即是區移網絡的一個店舖服務商 而且它的服務公司其實都是一些比較大型的互聯網公司 它有這個概念在這裏 雖然它用的 雖然雜的G就不多 所以你看到它的一個 墓雜的超額配數會比較大 當然現在香港市場最熱烈的就是新股 所以我認為這隻股票應該是值得抽的 因為人氣在這裏 市場情緒在這裏的情況下 這些股票開出來絕對沒有問題 但之後怎樣走 其實農夫開出來之後就慢慢下來 我覺得應該都會走回這些走勢 即是開得非常燦爛 就好像夜來香一樣白天就借了 可以抽 不過短線一點 是的 好 這個都逐隻看看 其實大家真的要預備定些資金 因為這個福錄招元股 其實我看到有一些專抽新股的朋友 預備定的 打算抽完農夫 一半抽福錄 一半抽這個樂響互動 莊少有沒有留意這個有抽不抽得過呢 樂響它在傳不中是新股IPO 是的 這隻的股票應該會比福錄更好一些 尺寸也會大一倍左右 如果是這兩隻同時上 我會建議投資者會做樂響 會好過做福錄 因為質地樂響可能會好一點 所以可能有個升幅會大一點 最主要是樂響是一萬元一手 如果它升得比較厲害的話 它應該會那個賺錢的絕對值會大過福錄 福錄應該是四千多元一手 因為怕福錄抽來抽去就給了一手 賺到你 賺的錢 例如我福錄如果升過三成 就三四一千五百元 一手都是賺一千二元 如果另外那隻樂響 如果一萬元一手發出來的話 升三成就是三千元 可以頂這邊的兩倍 我肯定抽樂響 大手一點 抵玩一點 就不用浪費那麼多其他交易費用 好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最後看看Youtube上面 因為有些留言想問問題 Chao Ming Shing想看一隻1313 華人水泥12.1號二有貨 現在跌到11.66了 是不是堅定持有呢 因為今天市場都在下跌 看一看華人水泥現在的股價 這個機器就未賺上來 他有沒有說他的買入位在哪裏 他買入位是12.1號二 12.1號二 其實看回他的走勢 這陣子都算比較強 很強勢 創眠新高 跟著大款會落 我建議如果他是守得住的話 可以將止損位置放在11.4附近 應該也不會太差 因為走勢非常亮麗 而且有一個國賊支持著 新基建 繼續去扶持一下基建 就是創建國家 是的 你看P.E. 派息率 各方面都是優秀的股票 剛才他留言的時候 11.66元 其實現在都上了D 11.7元 現在正在報 是的 大家都可以 我見到Holong Chan 他問港股的應該是A股節目 大家都可以問一下A股 還有想看看 因為我們說完大盤那裏 似乎走勢就一般 如果是之前很多朋友都會 喜歡買一些A股相關的ETF 因為之前很厲害 大家看A股有強勁 如果有了A股ETF的朋友 你會建議現在先行止市 或者止賺離場 還是放低位再加貨呢 剛剛已經說得很清楚 我應該都會穿3200點 所以我認為現在 起碼要輕創 就不可以開始說 很重手地去撈貨的階段 其實不是現在這個時候 先看兩天 這個輕創是大概什麼意義呢 三成好了 三四成好了 一定不可以超過五成樓的倉位 不是只看一隻怎樣部署 是看整個組合 不要太重倉 才決定要不要減貨 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今次節目時間到這裏 多謝莊少上來和大家分享 大家如果有些A股問題 都可以留言問 我們都會和大家研究 近期一些焦點的新股 我們兩個星期後再找莊少 多謝莊少 拜拜